今天是降临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 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了昌年期 然而昌年期第九诸日的星期一 也正好按照教会给我们所安排的 因为在今年的五月二十一号 教会正式庆祝了玛利亚为教会指摸节 所以在今年的三月三号礼仪 也就是关于亲定教会礼仪的 他们在三月三号的时候 盯了圣母为教会指摸 这个荣耀的偷衔不是说闲在太阳 其实早已经忧了 打工回忆都已经给我们断定了 所以能够在圣神降临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 来请入教会指摸节 尤其是当今教宗方基格 让我们特别地将圣母奉为教会指摸节 因为教会他拥有母性 而玛利亚他也是拥有母性的 即使拥有母性都是有繁殖的能力 所以教会要向外发展 要多生子女 也应该祈求圣母以他母性的繁殖力 来教会当中促成教会的发展 所以我们真的在今天的福音 是我们随便所算责的马斗福音 看到那天使向我们说说的 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征就出来 这一切事的发生呢 都是为了应验上读解先知的话 我们今天所算读的是 耶稣的母亲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 他的母亲跟罗瑟已经订了婚 我们先要分析一下 圣经当中对玛利亚的称呼 圣经就是福音 福音当中给予圣母直接的称呼 并没有如同一个常人的称呼一样 你比如说称她为妇人 玛利亚她本身是一个 婚孕生子的母亲 来我们正常来说 称她为妇人呢 耶稣是尊敬了 可是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称呼 若是已经 离开了这个世界 称她为衣裳 也没有这样称呼 这就是说 她自己的身份 并没有因着与若瑟定魂 让若瑟改变了她的教会当中 说丹佛的使命 在圣经的多处 出现圣母的时候 给我们的词汇却是 耶稣的母亲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就以这样的称呼 圣经既然多次的称呼 玛利亚为耶稣的母亲 而耶稣就是天主 天主第二位圣子 天主因为爱世人 才大发自己的二次赖到了这个世界上 为的是能够把世人从罪恶的路易当中 征就出来 获得天主一致的命分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封圣母为教会指母 而耶稣呢 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现在都是教会的一份子 不管我们往往我们考虑事情的时候 都是我们本性的想法 一说啊 我是教会的一份子 我是一个男性的教友 即使一个男性的教友 你是教会的一份子 你在教会当中 也应该拥有母性的繁殖力 或是说你自己在教会当中 是个男教友 就不需要了错误 所以你即使教会的一份子 就被教会这种母性的繁殖力 所影响 所传递 你也有责任 让自己去影响周边的人 去发展天主的资源 这些呢 都需要我们去投靠到圣母那里 圣母既然孕育了他的圣子耶稣 也孕育了救世者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 那怀孕了您 并不如您的是忧父的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并没有编辑玛利亚的身份 相反 耶稣却更告诉了后世的我们 那称行天主旨意 遵行他解命的人 更是忧父 其实最完满的尊性了天主的旨意 最完满的尊受了解命的人呢 还是以玛利亚为我们最好的标率 所以我们今天在将临期 不是在将临节后的星期一 来请入教会植木节 因为圣神将临节是教会的诞生日 而教会就是 耶稣从狮子架下 从狮子架上 内旁所产生出来的教会 那么很鲜烈的我们看到 在狮子架下所依理着的母亲 就是玛利亚 因此我们看到 这个高贵的母亲 并没有因为 自己儿子的参通的死亡 自己跌倒了 她却能够 勇敢地屹立在哪里 这真实地应验了 耶稣在令终的时候 跟自己的爱徒若望 说说的 这是你的母亲 这是你的儿子 这种教陀 让我们看到 福音当中的这些自立行间 向我们所传递的 都是 神圣的奥集 都是神圣的奥集 所以 耶稣不光孕育了 不是 玛利亚不光孕育了 耶稣 也要 重新地孕育 从耶稣那里所诞生的教会 因此他 勇敢地屹立在十字架下 支撑着所有 刚刚产生的这些子女 要想成为天主的子女 没有经过痛苦 这样的子女是不称职的 我们昨天在租经的时候 也听到了 多久 门徒们 闷闯 金币 而耶稣 就突然站在他们中间 向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空拒 战力 害怕的门徒们 他们 看到 耶稣 站在他们面前 耶稣 把自己的手 跟肋膀 支给了他们看 所以 耶稣 把自己的痛苦 忽难的恨迹 支给了门徒们 并没有告诉门徒们 他们虽然要拥有 来自上天的平安 这个平安 不是世界所能够给予的 这个平安 是 在圣神内 圣神要感动 每一个人 圣神要孤立 每一个人 圣神要坚强 那些软弱的气 圣神要光照 那忧伤 黑暗的这些心灵 所以我们看到了 即便是门徒们 看到了耶稣的钉痕 看到了耶稣的 泪旁 看到了这个痛苦的迹象 他们再也不害怕 这些泪旁了 再也不害怕钉孔了 再也不害怕 迫害与痛苦了 因为迫害与痛苦 是一个哀的象征 天主爱世人 把他的儿子 交给世人 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这些都是因爱 所产生的救恩 通用世人 要想证明自己是爱天主的 也要经历认识之间的这些痛苦 在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 他并没有抱怨 相反 却能够让自己的痛苦 在耶稣 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内 得到了圣化 在耶稣基督的苦难之内 得到了有价值 我们过去所有的痛苦 也都是白白地收了 可是当我们自己 成了教会的一份子 成了天主的儿女 我们自己的 不管任何一个 变苦也好 烦恼也好 互利也好 我们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都是因着耶稣 而得到了圣化 都是因着耶稣 而变得有了价值 所以 我们的痛苦 是 如同保禄所说的一样 奋战基督 苦难所迁缺 难道基督的苦难 九属奥基不完满吗 耶稣的九属奥基是完满的 而现在呢 需要我们人 把我们自己的这些 说苦难呢 好像是有点消极了 正是因为这些痛苦 这些不顺性 这些挫折 把这些融入了 耶稣的苦难之内 我们的苦难都有了价值 我们的被羞辱都有了价值 甚至我们甘心情愿的 被别人羞辱 被别人火害 被监禁 被鞭打 都成了有价值 耶稣的苦难 九属了世界 我们的苦难 能够在任劳任怨 能够在不抱怨的时候 能够在 哀得喜乐当中 去接受的时候 那么 他的价值就出现了 让别人看到 这个人 仍然这么大的病苦 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搭击 这个人呢 被别人冤枉了 这个人呢 承受着这样的势子家 扔着的不保不远 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我们找到了 我们自己 受苦的圈役 所以教会指木节 不光是让我们自己 奉圣母在痛苦之中 在痛苦之中 赞扬着世子家上的耶稣 也注视着后世的教会 他关心着耶稣 从内旁 所生下的子女 所生下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 福祉各地 有不同的对教会的 排挤迫害 甚至 无神的细卷世界 相乐主义者的 迷惑 这都是让我们 天上的母亲 所忧心的地方 因此我们现在 就应该迅速地 在这圣母 为教会指木节 把这些 协同着圣母 一同地奉献给天主 让我们这个世界 能够得到救援 让我们这个世界呢 能够从无性 从白坏 从罪恶之中 白脱出来 能够得成为 天主的儿女 所以我们今天 看到教会 封圣母 为教会指木节 我们自己 应该听喜地 祈求天父 我们也应该 祈求圣母 来孕育我们这些 在教会当中 刚刚产生的 新的幼苗 她在十字架旁 依照着 救恩的医住 耶稣 在耶稣与 若亡的交付当中 来授养着 授养着教会 抚育着教会 照顾着教会 使我们的超性生命 我们即在信仰之内 获得了这样的超性生命 就应该祈求教会指木 来帮助我们 使这超性的生命 得到发展 得到培养 所以让我们 如同玛利亚一样 甩领着门徒们 期待着圣神的降临 圣神已经降临了 让圣神 在我们身上 发挥着圣神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 在进入超年期以后 你看看 第一天 就要把我们 托靠给 通证圣母玛利亚 来允育我们 自己的灵性生命 好让我们 进我们天可 进入今天的礼仪 特别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教会 托靠给 通证圣母 使我们能够 分担基督的救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